香港政府將於今年重啟這個投資移民計劃 今年年中會正式接受申請 實際上這個投資移民計劃 或者正式名稱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不是一些新鮮的東西 其實早在2003年第一次推出 整個計劃的目的就是 讓一些投資者透過投資香港的金融資產 來到香港居住和發展 整個計劃最初2003年的時候 那個投資門檻就定在650萬 可以投資香港的房地產和金融產品 到了2010年的時候 政府將門檻提高到1000萬港元 以及將房地產投資項目剔除 整個計劃後來到了2015年1月 就更加停止接受申請 如果我們回顧整個歷史 在2003年第一次推出這個投資移民計劃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香港就處於一個經濟低迷的時期 這個計劃可以吸引一些資金流入香港 刺激低迷的經濟 樓市方面 亦都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和沙士的打擊 如果我們看回美聯流價指數 97年跌到2003年最低位的時候 下跌幅度是最多到七成的 之後經濟復甦樓價反彈 如果我們看回整個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推出之後 直至到2010年政府將這個房地產項目剔除為止 整個樓價其實由低位反彈了大約1.4倍 如果我們看去到2015年政府結束這個投資移民計劃的時候 樓價對比起2003年的時候 在這個計劃12年期間上升了更加去到三倍 而今次重推這個新計劃 都有些改動 政府宣布將投資門檻再度提高 去到3000萬港元 但今次除了投資到一些金融產品之外 亦都新增了非住宅物業和創波投資 其中非住宅物業的投資配額今次上限去到1000萬港元 預計這個安排加入了非住宅物業 應該會對公客、商鋪、寫字樓、純車位等等的非住宅物業 會帶來一些直接的支持作用 由於整個投資移民計劃已經停辦了很多年 其實市場都累積了一定需求 估計今次重啟這個計劃可以吸引更多資金 是落戶香港 即使今次這個計劃未有包括住宅物業投資 但跟著這個計劃來香港的這些新的投資者 其實都會為香港帶來一些新的住屋需求 估計對豪宅方面都有幫助 再加上政府也宣布了新計劃來香港的這些申請者 在首次購買住宅物業的時候 跟其他人才計劃一樣 都可以享用先免後徵的安排 都不需要先付辣稅 相信都會增加到這些資本投資者 長遠在香港買樓 和將來樓在香港發展的吸引力